一看系統還在 就是穩如泰式 所以盡量就設計的時候 盡量簡單 盡量 少一些輸入端的可能錯誤發生 這樣的話他就完全就穩定了 你只要告訴他將來可能要清掉一些資料 怎麼樣 之後他就自動就會 RUN的很穩定 所以設計一個很穩定的系統 真的不容易 像有些機器有沒有 有些機器很常壞掉 可是有些機器就是穩如泰山 他就是非常的耐用 怎麼用都用不壞 為什麼因為那個設計的人真的很用心 他都會想到說可能會有什麼樣的 這個這個問題發生 盡量避免錯誤 OK 那最後的話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說 如何把這個資料最後再轉移到資料庫 那轉移到資料庫的話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當然有方法很多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我們直接開啟這個 SS資料庫 那SS資料庫特別注意又跟你是有不太一樣 所以之前如果你不太熟悉SS的同學的話 恐怕你可以順便學一下這個SS資料庫 那用什麼方式最快可以把資料 搬到SS資料庫裏面去 第一個請各位啟動SS 第二個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SS資料庫 他 建立的方式 跟這個 Excel不太一樣 Excel是先把資料輸入 之後再存檔 那 SS 是先存檔 再放資料 他的流程不一樣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存檔 那存檔的位置的話我們先放在特別注意 請各位先放在你們下載的範例檔 我們解壓說之後是Q1 Q1到Q50 這個範例那請各位在 這個資料夾裡面 建立一個 這個資料庫 那資料庫名稱的話叫做問題 問題 因為一樣的名稱 然後底下不改按確定 好 再來的話按一個建立 先選位置 再按建立 這個時候他就幫我建立一個 全新的資料庫了 第二個步驟的話呢